很多单位都告诉我们说 哦 原来帮助老人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他们就很开心的来享用 所以我们整体来讲 我们就把这个十一度期这个孝道 我们就整合一个概念叫微笑精神 那这个也是我们要推的一个微笑运动 那我现在运动其实就是 讲提倡孝道就是微小的孝道 我们smile 就是笑容的孝 我们把它改成孝顺的孝 那十一度期就用很简单 像我们每年做推的时候 我们都还会做一个简单的调查 十那一年啊 我们就问那个学生就说 你是不是知道你阿公阿嬷喜欢吃什么 你知道学生回答什么 你说学生回答就是不知道 可是我阿公阿嬷知道我喜欢吃什么 对不对 所以你就是去提醒她说 你就是这样 像我阿嬷就超喜欢吃那个沙埃头刀 你知道吗 我只要开会 像很多路边人都会卖 我就马回去给她 就很开心 就是高中上都行教其实很简单 像几年前有一个画布男 就是他抱着妈妈大红画布 去齐美医院就医 有没有印象 大家有印象这个 大家我觉得很感动 就是哇这个孝顺真的是 我们真的是太伟大了嘛 那你们知道那个花布男他为什么要把他妈妈包起来 不用轮椅推他 你们知道吗 你们知道为什么不推 用轮椅啊 你可以用轮椅推 为什么他不用轮椅 而且他妈妈就是已经受 已经这个体重太轻 放在轮椅会滑下去 就是他已经身体其实很不变嘛 他就想不知道怎么办 就后来想到说妈妈小时候包着他 带着他长大 他就会换他包他妈妈 就是用花布巾包着他嘛 所以这个这个孝顺 就是这个就被路人看到嘛 就拍成拍起来就放到YouTube 大家就哇 这样感动的 好那这个孝顺很好 那但是我们有时候这样的孝道 如果说哎 我们都讲这样的故事 大家来来行孝 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哇 大家要变成伟人式的孝道 会觉得太好像距离很遥远 就觉得那个好像是少数人在做嘛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 那样子的孝道也很好 但是就我们要告诉大家 更容易执行的 就是十一度请相当的一个微笑精神 所以未来你们都会听到 类似这样的微笑运动 就是关心自己的家众长辈 是基本的微笑 就是一度也不关心他 那帮助社区的长辈 就是你出来当事风 就是一种延伸的微笑 那这个是我们希望 哎 因为蒋伯源笑到大家都觉得很发股 但是通过一个另外一个 这样的一个微笑运动的概念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有意思 那这个是我们的logo 我们最近T恤很受欢迎 就是很简单的T恤 发现一个笑的一个概念 就是老人笑 真很开心 那这个是孝道的推动 那社区照顾这个我们就有靠我们 来自全国各地的志工站 那目前全台湾有34个志工站 那除了我们的志工站 我们还协助社区 像社区扮演协位 或社区照顾关怀居别 就在各地成立的 我们我们后来 其实没有很积极 成立宏道的志工站 因为我们觉得在地 有在地的组织 我们可以协力他就好了 不一定他都要穿上宏道的背心 不用 他就是在地发展 那我们把我们的know how 像譬如说 我们像同样笑的这些活动 他们都可以参与 那我们有推引法 像有氧运动班 那有平衡运动班 就是他们都可以 这些写运赛都可以参与 所以大概我们现在全台湾 直接有辅导跟协助的最新志工点 大概有一百五十个点 那他就是全台湾推动 那那其实我们很多这样的 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有不思千多位的 无居失能的老人 其实都要非常地依赖我们 非常地感谢我们这些志工 我觉得 其实我每次看到我们志工站的朋友 就我都很 真的很感动 因为像我们新庄站的站长 我们新庄站志工站的站长 他其实是一个清洁队的队员 他就是平常都在 垃圾车啊在 那我说我们那个志工站啊 很多都是清洁队队员 他们最厉害的是做什么 你知道吗 他们最厉害就是做大少处 就是他们的强项 那像我们台中太平志工站的站长 他是一个风客司机 就是就平常开客运的司机 那我们原亭站的站长 因为他是一个卖菜车的阿伯 现在几乎没有卖菜车 乡下比较有 因为人家超着到处都是 可是可是你知道吗 在现在越方便的地方 其实越是老人走不到的地方 因为他们走出来困难 所以后来那个 他其实可以退休了 可是我们那个站长说 不要退了 因为他如果不去卖菜 那个老人家就没东西 就是不方便买 他就是走到那个 各州在乡辖当化乡辖这样子卖一餐 所以就是我们的志工站 就来自各行各里 他们很多都超 比如自身 因为我八年 洪大师八年 他们其实很多人都超过十几年 就是长期投入 那所以要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所以像大草说 中餐那很多这些都是 那不过在志工站的部分 我特别要提分享一个 这个跟今天的主题很有相关 就是我们在讲不老骑士 在讲很多鼓励老人走出来活药 这个很重要 不过在做这些活动的推动 其实我们更重要 是要推动民法志工 我们要希望这种活药啊 这个很多社会残余 其实是一种生活 它不是一个一天的活动 或一次的活动就没有 那所以以法志工的推动 其实在我们的推动里面 正是重要 那我要以我们那个 嘉义大理志工站在哪里跟大家分享 因为 真的太可爱了 我太喜欢这个志工站 庄里面有机会吗 应该有经过过吧 知道在哪里吗 就是云林嘉义嘛 就是在那个等到旁边而已 那他们最近其实有个年轻的站长在推一个 my darling 就是取大理阵的谐音 my darling 所以所有拍那个恋爱中的男女朋友 或者是要拍混杂的新人 就是那个镇长在行销这个小镇的时候 他就鼓励大家去他那个 入口意向有个大理阵 但是他就用个my darling 就是大家去那边拍照的 所以这就是大理阵 那这个 我们这个是创站长 那我们志工站的 志工平均年龄是76岁 所以不是服务老人的年龄 是平均的志工年龄是76岁 那这个站长他其实是大理 以及那个台塘课长退休 所以他就是退休之后 那投入他就找他同财同辈的 所以很多都退休人员 一起来投入当志工 那这个站长其实很特别是 会让大家很关注大理阵是因为 其实站长他得了一个病 他发现那是老人失智症 你知道他失智的状况吗 他失智 他有拿到中道商品堂 那他失智的状况是 他已经只会讲日文 不会讲国语也不会讲台语 他受过日据时代 所以你要知道 阿公子在家里讲日文的时候 整个家就是那个失智的状况 其实是让大家非常担心的 那可是你知道吗 我觉得就是真的是 真的他的家人很棒 就是在这个过程他只会讲日文 结果他就 我们就透过安排就是 让他去当日文老师 虽然他失智 但是就让他去教日文 你知道吗 就让他走出来 也让他开始做参与志工 那其实我们有想到 在这个过程这么多的参与之后 他失智症好了 真的 失智家有药医吗 有没有听过失智有药医吗 没有 可是他真的好了 他的主治医生 他从家鸡看到张鸡 那个医生都觉得太神奇了 甚至后来 他就又重逐了这样的一个施工站 又带动这么多老人来投入 所以日本独卖新闻跨海来采访 就是与生命远过到日本去了 他来采访的时候 我觉得 我就觉得台湾你说老人是宝 真的是宝 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没什么用 你知道吗 因为人家日本其实来采访 他们光日文 哇讲的非常的利用 我们这些年轻人听我 反而我们这些工作人 都要他翻酒听 所以我们那个 其实长辈都是真的很宝 所以他这个就是这么这样 他虽然有失智症 可是这样一路走来竟然可以好了 而且还可以带动这么多长辈参与 特别也知道吗 你知道他现在八十几岁吗 因为他们做得很好 那大林生工作就把每年就把那个 独居老人列车的名单就给他们 就让他们去服务这样 那可是你可以想像吗 我们的志工站平均76 独居老人是几岁就 老人的定义几岁就是老人 大家都很有概念 所以他们会拿到那个名单 他们去叩叩叩 去拜访的时候 就会就会进去就说 哎 这是朦基硕佛一班 车都说INE depend買 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 问那个65岁的时候 我说 不好意思 你有十月问服务吗 通常这个老人说 真不好意思说 不用啦 你就留着老子 给我给你服务 我们班长就跟他讲说 我看你身体有用 不你也要给我们服务 再给我们做志工 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一百多个志工 有十几位 全部都是独居列车名单转来的 而且做得非常好 我说他们可以一天服务八小时 我们一般年轻人 大概一个月服务八小时就了不起了 他们是每天可以服务八小时 就也没了 而且他们那个团队相机力很好 所以长辈都很投入 那因为他们其实做了很久了 那其实很多就新闻媒体都来给他采访 我就常常都跟那个阿公讲说 我感觉 你实际上有够厉害的 那当年一个电视台来给你做专辑 真的 我们不是宏高发新闻的 不是 是媒体自己来的 你知道吗 民事议演堂 已经 民事议演堂 那这个公共电视的 那个独立特派人 TPPS的一部一角役 全部都拍过他们 那我简单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购物电视台的这个 独立特派人 让你看一下 estate议演奏